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今天我的頻道 今天是2021年的5月1號 我們在去年12月27號的時候 曾經高壓這個初心心 影片連結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目前我現在 當時我們在這邊高壓兩個 兩個字條 現在其中那個透明的那個 已經看到有在掌根 當時我們有壓一個黑色的一個透明的 我們就是要想測試說 這個透明的跟黑色的差異性在哪裡 那我們這樣子使用透明的好處 就是從外面如果長根的話 我們可以很容易觀察到 是否長根 那黑色的部分呢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觀察 因為你現在如果直接拆開的話 裡面的戒指會散掉 因為我們當初是用木屑種的 那木屑呢 你如果直接拆開的話 它會散掉的話就很麻煩 我們沒辦法直接拆開來 所以呢我們知道 旁邊呢又用了一個這個透明的 那現在這個透明的這個呢 我們從外圍呢 從外觀上呢 可以很明顯看出呢 有開始開始長根 我們從12月27號開始呢 去年12月27號高壓到現在呢 我當時就跟各位講說 這個洪峰呢 要估計要在3月初 3月中到4月初 這之間呢它才會開始抽牙 我想說是台灣的環境 但世界各地抽這個葉子的時間呢 不一定啦喔 沒有一個絕對性 像今年呢 這個這邊的初心心呢 就在3月初抽 那這個呢就慢了大概3個禮拜 所以呢 當時這個大概是在3月中到3月底之間呢 抽牙 從那時候抽牙抽到現在呢 經過一個多月呢 我們說過 我們高壓的東西呢 它一定要在抽牙的時候呢 它的生長力最旺盛 所以呢 經過這一個多月的時間呢 它就開始 有在長根 估計是這個時間呢 才開始長根的 那我們之前是在12月 12月去高壓的 然後呢 中間這一段期間呢 因為它在休眠狀態呢 所以它長根的機會不大 你只要它抽牙的時候 才會長根 所以呢 你從12月27號到現在呢 已經過了整整4個月 那其中呢有兩個多月呢 是沒有長根的情況 然後一直到它抽葉子之後呢 才會有機會開始發根 那現在呢發根呢 我們現在把距離拉近點來看一下 好 我們現在呢 由這個角度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裡 這一條根在這裡 這裡 這裡有一條根在這邊 很明顯 那這個整球呢 我現在有看到個根的地方 就在這個位置 那有的花友呢 會說呢 這個透明的呢 因為這邊是 因為有些植物呢 它的根呢 是逆光的 你如果像這個透明的照子呢 可能會造成這個根呢 會有問題 所以呢 我們刻意用這個 透明的這個 這個高壓核呢 來做測試試試看 那因為我們放在這個位置呢 太陽也沒有辦法直接曬到啦 所以呢 對根的傷害其實並不大 算也還好 那這個透明的已經長根 那這個後面那個黑色的呢 理論上沒意外 應該有機會有長根啦 我們只能說有機會 只是因為 現在根並不是很旺盛的情況下 我們如果拆的話會有問題 那現在我們看到這個透明核呢 已經長根的話呢 等它的根呢 要整個覆蓋完整呢 估計呢 需要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 那我們估計呢 應該是從 三月中 假設三月中它開始抽的話呢 再加三個月 也就是說 大概六月中的時候 再來看的時候 這可能 估計看看根會不會滿 我們估計三個月 試試看 因為我們之前十二月比較早高壓 因為當十二月到三月這個之間呢 其實它是休眠狀態 長根的機會不大 那只要它抽葉的時候 開始長根 你看這根的長度呢 應該也差不多是 抽了一個月左右啦 感覺的出來 那我今天呢 就是帶各位來看一下說 我們之前高壓 從去年高壓到現在呢 四個月 多幾天 一個生長狀況 讓大家參考參考 未來各位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自己去嘗試嘗試 感謝收看 再會